美国一名70岁男子早前被送往急症室,体内酒精含量高出正常值,神志不轻,正当医生进行施救时,忽然发现男子胸口有刺青,吓得赶快停手救治,原来是上面写着应有拒绝紧急救治的文身字句。 该年昏倒男子身上未有身份证明,院方已无法联络上病人家属,加上胸口应有拒绝紧急救治的文身字句和一个相信属于患者本人的签署,院方当时决定咨询伦理专家意见,医生最终依照男子文身内容,顺应其意愿放弃急救男子最后于当晚去世。 据了解,在美国约有八成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不希望接受治疗,可能因为该男子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病,心律不正及糖尿病而希望放弃救治。 不过医生表示一般拒绝紧急救治正式文件因应在一张法定黄色纸张上并需由医生及患者一同签署,不过还好最后院方最终也成功找到一份经正式签订的拒绝紧急救治文件。 资料与该名文身男子身份相符。 中时电子报